咋能求请我的搭档闪亮登场 吴丁 哈喽 想想想我了没有 想死你了 想死我了 安娜 吴丁你好 你好 我以为你早嫁人了 没有 我这部上次参加完和你一起的节目 然后我就照你这标准找的 没找着我 你照我这标准找 你也太没追求了 我就喜欢你这种成熟型的 哎呀妈呀 怎么回事 王导以前你们见过面是吧 是 以前其实我也挺喜欢他的 但是后来我考虑到 要跟他一起吧 会有家暴 我就逃了 你看见他吧 咔就给我弄地下了 吴丁你介意吗 我想问一下你的身高 可以告诉大家吗 我见以我90公分 90公分 对 那你跟这个火龙搭档多长时间了 我俩搭档快三年了 我觉得这样吧 王导 既然是二人转的搭档快三年的时间 我们先不说 咱们先演一段 就看看他们这搭档默契 对 演一段好不好 好 啊 我 猖猎的天涯是我的爱 练练的琴弦叫 下话 盯开 什么样的节奏 是最呀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 才是最开怀 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 留下那万字尽红一片海 花哑哑的歌哑是我们的期待 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 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 你是我甜甜最美的云彩 让我有心把你留下来 留下来 悠悠的唱着最弦的民族风 让爱牵走所有的尘埃 我知道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 整完美就让你留下来 留下来 悠悠的唱着最弦的民族风 是这种点天空最美的姿态 哎呀 平时就是你去哪需要比如说上高上低都是他抱你吗 对我我上高上低他就抱着我他比较有细心吧 那那要是将来你他是他好像刚才说是想给你找个对象 那将来你要嫁了人他要来怎么抱来抱去的那谁受得了这啊 其实我自己吧也能上就是费劲点但是我希望能找个细心点的呗他要是能抱我更好 你能上去 我能啊 你能下去吗 能啊 来你下一下 哎嘿 来你上上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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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懵了 布丁啊 他可爱 这活泼开朗外相 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他 你们俩是怎么搭档到一起的 学习我们东北文化二人传 在学习的道路上非常苦嘛 然后学习了一年之后 然后就出来唱了 我找搭档 我说得找一个漂亮点的吧 找个漂亮点的话跟我出去演出两天就跑了 哎呀 就是比较 你是为了让你的搭档别再跑 所以你找个跑不动的 啊 妹妹 走来走去吧 就是没有相应的 然后就通过朋友啊 介绍 网络上联系 然后通过朋友通过朋友 介绍介绍 就我俩就认识了 那你第一次见到布丁是什么印象 之前吧 那个我们微信当中聊过 说的这个吧 是一个秀珍娃娃 然后呢那个他的舞台经验比较丰富 因为我刚刚出来嘛 然后他说他可以带一带你 我说挺好的 社会人 社会人 见面了 那个第一感觉怎么样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吧 是他姐姐跟他一起接的我 我去参加 然后呢 那个他跟他姐长得特别像 然后他姐就是一米八大个 然后领着他 那我当时没想到是他 我以为是他姐来接我 我说他在家不方便 我已经他姐领她的事 他的姑娘来了 在车上聊也没聊 他就是我说要我跟合作的伙伴 然后回家的时候我就找 我说这布丁哪个是 然后他说老弟我就是布丁 然后我都在想 我说我看错了 我把你姐看 看错是你了 当时你就在想 在车上没说他什么坏话吧 对 你看说话 老科啊 也有经验 我说这个行 这个不能跑了 你当时也是一个人吗 也是缺搭档 所以才去主动找他妈妈 我搭档之前呢 是我的对象 就是分手了吧 然后他来到你这里的时候 实际是你疗伤的阶段 对对对对 是我刚跟我之前的对象分开 然后找了他 那我怎么后来听说 你们俩这搭档在一起之后 你挺厉害的 老训这人这帅小伙 是这回事不 对我吧 我性格吧 比较急 就是虽然我开朗嘛 但是我急脾气 就是想巴脾气的时候不控制 反而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 但是我们两个平时 平时的时候不吵架 就是什么的时候呢 演出的时候 我毕竟 我比他有经验 要有一些场子吧 是我找的 要比如说 他在舞台上出现一些问题 老板呢会来找我 就跟我沟通 你得负责任 对我得负责任 然后年龄小 就玩着心着 这边跟他说完了 说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姐 记住了 下次还忘 然后我再告诉他 记住了吗 还忘 然后我就发火了 我说你再忘 那咱俩只有背包走人 我想象不出来 这个你 小布丁发脾气 会是个啥样子呢 就这么点大 你 就这样 天哪 其实我特别愿意 让你这样展示一下 因为既然他之前 有一个想法 说给我姐找个对象 对 也让那些喜欢你的男人们 单身男人们 这个清楚地知道 我的脾气 如果要是 娶了你 好 他就得接受你的小脾气 对 我的小任性 但同时呢 他也要接受你这个人的全部 对吧 对 你对于找对象这件事情 你心里有没有一个标准 比如说你看 那边帮我个忙啊 他们五个人呢 你把中间的大哥说懵了 有可能啊 已经结婚了 我说气质 对 我说你要找对象 你看你下来 你要找对象 就这五个加摄像大哥 就这气质 就这气质 咱俩怎么像鬼子进村啊 啥玩这个 你看 一个小头发 留得跟刘欢似的 一个长得跟我大哥似的 一个厚道听老婆话 听老婆话 这个不太好看得住 就这几个 你如果在他们四个人当中 挑选一个你喜欢的气质 这是假如啊 人家说不定都有老婆了吧 都结婚了 有没有的说 都结婚了还扯啥呀 气质 气质 不这样 加五个 加我算啥 我再年轻拔岁 来 就我们五个 你们五个吧 对 就从中选一个吧 从中选一个 这个呢 一瞅吧 留长头发 就是比较温柔型的 考虑吗 我比较喜欢温柔一点 这男孩子 这一款呢 就属于成熟型的 成熟型的 非常成熟啊 这一款呢 就属于什么呢 中后暖式型的 这一款呢 就属于就是 时尚型的 比较帅气 对 你也是长头 这一款 这一款呢 就是老气红球型的 什么玩意 那个 那我最终的选择呢 我喜欢奇葩型的 还是你 还是你 就选你了 好 关头 绕一圈 把自己搁里边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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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啊 王导的意思 就让你正儿八经的 说一下你的 择偶标准 就你的那个标准 我的择偶标准呢 就是 也没有 不是太高要求 他 就是 因为我有妈妈嘛 而且我妈妈的身高嘛 跟我是 差不多高的 我属于家里遗传 然后呢 我就想 他接受我呢 也必须得要 接受我的妈妈 对 接受我的全部 然后呢 我得 看得过去 他得有自己的工作 哪管说 他挣不了多少钱 但是能养活自己 就可以了 对 其他的 家里的情况啊 父母啊 这方面 有没有什么的 都无所谓 然后 也不要说 有房有车的 什么的 都 也无所谓 就是对我好 就行吧 对 那我听明白 这是你对 未来另一半的要求 对 但是如果 电视机前 那个 未来的 你的另一半 他在想 如果我找你的话 生活当中 你都会给对方 一些什么样的 帮助呢 还是很多的 有点很多 来火龙先介绍一下 比如说啊 你看他人小吧 但手特别巧 哦 他会做饭 哦 做得特别好 拿手菜是什么 啊 拿手菜是 尖椒 丑鸡蛋 尖椒炒鸡蛋 对 你做饭的时候 是站在凳子上做吧 现在都有那个垫子吗 他那个家里是那个垫热锅 对 然后放在地上 然后插着垫 他就是正常 一直在那里 其实我真的想跟管同说 就是布丁 呃 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他没有被自己的 这个身体下垮 下倒 他相反的 真的给很多 所谓有残疾的朋友 带了一个好头 他这个绝不仅仅体现在 他有才艺 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我说的是他的心态 所以说我也相信 布丁 这一次向幸福出发播出之后 你的那个白马王子 一定会出现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我看这个弟弟 念念的这个解决的个人幸福生活 这解决呢 也关心弟弟的这演艺事业 能够越演越好 此时此刻 你们俩有什么话 也可以彼此的倾诉一下 然后怎么说呢 然后我感觉吧 从我认识我老弟 以来呢 从刚见到他的第一天内 到现在 我感觉挺幸运的 因为我老弟平时特别的照顾我 我这个人吧 有时候上街回头绿吧 不说百分之百吧 也百分之八十 有的人吧 他就想去摸摸我的头发呀 然后摸摸我的身上啊 摸摸的脸呢 就感觉可爱呀 然后他 他就怕有的人碰到我什么的 他就站到我前面 说可以说 看可以看 不行碰哦 就是特别保护我 然后我也 借此这个节目呢 我也想感谢下我老弟 然后 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地合作下去 然后希望走得更远吧 希望能够以后多多加油 然后 共创辉煌 我龙呢 我们在每次演出的时候 都说我们是姐弟 我们是台上的搭档 是私下的姐弟 那么我希望呢 就是这个姐弟呢 要比亲姐弟呢 还要亲 对 因为前几天呢 我们也参加了各大节目的选秀 我们也拿到了好的成绩 然后呢 我们现在也有了组合的名字 我们的名字 现在叫火龙云组合 你还不如直接叫火龙果呢 那不行 那个果都让你没想到 就把我们吃掉了 这个火龙云 我们的腾云驾雾就飞起来了 希望我们俩就是一只金凤凰 金鸟 然后呢 飞向世界 走向亚洲 一起努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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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首话说的 我觉得太鼓舞人心了 这样吧 还是用一首歌 表达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 好不好 那么唱一首小酒窝吧 好 小酒窝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